哈喽大家好,说到外国人自然就上到了许多关键词,比如说作死冒险挑战之类的,这些东西仿佛就在外国人骨子里,记得小编上次说的多布雷兄弟的鬼屋探险之旅吗? 当然上次的鬼屋探险也并没有吓住他们,胸膛中燃烧着冒险的血,促使着他们再次上路,为了更加追求自己他们挑选了一个夜黑风高的夜晚准备好了照相机啊等这些工具,便开始开上车行走在夜晚的马路上去了, 同样也是选择了森林剑,夜晚的森林总是最阴森的,诡异的安静,总是能唤醒人们内心的恐虚,况且在夜晚的森林总会有着许许多多奇怪的在白天看不见的生物,让人心惊胆战,总是会觉得害怕,至此多布雷兄弟们也同样的面对森林长驱直入,慢慢的开了一段时间,下车以后去感受着森林夜晚的气息,慢慢走着发现一道黄光,众人走近一看是一块告示牌,说是前方有闹鬼隧道, 这一下子众人也是兴奋了,赶忙往前去,乌鱼化现走到了所谓的闹鬼隧道,果然是阴森林隧道和夜晚的气息下沉河的更加诡异,供入着危险的气息,看着众人也是黄龙神,没有了丝毫刚开始有闹的样子,为了他们自己的生命安全最后还是退去了,毕竟生命才是最重要的,这就是今天的趋势了,喜欢的小伙伴欢迎在小方留言,那么咱们下次再见吧。